為什麼今天到現在會出現這個破口 其實這並不偶然 因為境外移入個案多的時候 這種本土個案被感染的 就可能增多 你記得剛才主人講的非常三月 其實我們這一波都是在三月七號以後 那個高峰波被感染的本土 只是這個本土個案 有沒有再傳給下一波本土 這是關鍵點 對 這可能第四波 這就是你講的親民節 但是我們期望 我們期望這個可能性 是因為以前可能這些 這些短距離的社交場所也都有出現 可是他為什麼 因為臺灣的民眾保護了他 真的是臺灣民眾保護 因為臺灣民眾犧牲 都戴口罩 所以盡量少出門 對對對 所以算沒有變成社區流行感染 不是因為不是說今天沒有原因 是有原因 如果今天大家跟佛系社會 讓我給你保證 他這個個案之前就會發生 只是他潛在 他只是感染的這波本土 被我們的自我防疫醫師往後延 防疫文明 所以這個觀念 其實所以我要回頭講 我剛才覺得說 像郭委員講的最對 這種東西就像性傳染病 我們講一個 你要去調查一個性傳染病 你沒有 你有一些管道是沒辦法 你怎麼去做疫調 我們回到最先的性傳染病 這個這也是我們傳染病 防治裡面很重要一條 所以剛才郭委員講 最好 我們通常都要熟入警證 所以警察這次其實很辛苦 我們其實沒有特別機會表揚他們 我們今天在做很多的 很多的疫調 其實沒有靠警察是沒辦法的 我們我們警察真的蠻辛苦 但我們有些時候只是說 我們要藉由這個機會來表揚 我們這些背後辛苦的一些人 不是只有防疫的人 那這警察 警察是最有可能 可是你要動用到警察的時候 對於這些八達行業 就會讓他們覺得說 我只有一個人感染而已 你動輒得救 要怎麼 以後疫情過了 我們也都不要做了 對對對 所以我自己的建議 如果從個人 只要剛才郭委員講的 只要自己在那個 他確診前的 在確診前的 大概一週前的這些 這些有接觸過的民眾 酒店的人也好 我覺得你們應該去接受 剛才永平講的 就是要檢測啦 自己要保護 這就是你自己保護 但是現在的麻煩 就是我們一直講了半天 台灣現在檢測 第一個他又不開放 你自費檢測 然後就算 我有去過 他說那馬上來檢測 搞不好 就算這些人 相關人可以 那他一定要難言之隱 然後跑到醫生那裡去說 因為我有去那個公關酒店 我跟永平講 其實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他有一個管道是可以去的 他怎麼樣 趕快告訴大家 他到他到他到社區去他找他 診所的醫生 找他他自然就可以行管道去做 因為他已經是接觸者 所以中央 可是他還得透露 透露出來 他有接觸 不然那個從診所送上去 也會被打回 那他還有一個方式可以做 就是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他出現了他的症狀 那他也可以用症狀的方式去做檢測 我現在沒有症狀 現在醫生絕不肯 而且他們也不斷地跟我們講說 他們送去被打回票 所以我現在是先講個人防護的部分 就是說對這些自己的良心 自己的良心 那你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今天 他恐懼 我們自己都沒辦法保護這些人 那我們再講這個也沒有用 那第二層次才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我們到底要不要 下令他們關掉這些 那那個就是國家要去做這個決策 那你要做這個決策 就要有紓困計畫 那你要告訴他多久 所以這時候疫情掉 疫情的流行很重要